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平竞争的榜样 但是社会上男尊女卑的思想 仍然根深蒂固 办杂志时 为了对外办事方便 特立模糊性别 我给自己取了 近乎男性化的笔名 陈若曦 替洪志愿取笔名时 还带着竞标的意味 志愿不知道用什么笔名才妥当 我们五人党纷纷给他贡献意见 我前晚读古文观子 恰好读到欧阳修的秋生妇 于是建议他用欧阳子为笔名 人家一看了欧阳子 肯定以为是男人 你不要怕笔名男性化 我怂恿他 英国女作家乔治桑 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我们进行投票 结果欧阳子多得一票 从此跟随智慧一辈子 男性化笔名有时造成性别误解 尤其我代表杂志社对外约稿或通信师 多学社会上惯用的称兄道弟模式 没见面的以为我是男子 司马忠元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 据说他坚持投稿要付他稿费 直接写信给程柔西表示 你就是当裤子也要付我稿费 结果接到我回信说 抱歉我只有裙子 有位姓侯的南部大学生 给现文投来小说稿 我读了后决定退稿 顺便把小说的问题给他点出来 意在勉励 他很感激就会有通缉信来 彼此尊称对方为凶 大事喊假时 他来信表示想来台北 希望登门拜访 我表示欢迎 开门时 他说要找陈若曦先生 我就是 他一时目瞪口呆 在门口愣了老半天 这事也传为校团 有一天 白仙勇告诉我 嘿 你有个小读者 他叫陈平 想认识你呢 原来陈平是他好友 顾福生的学生 顾福生和白仙勇背景相似 都是将军之子 顾刚开过画展 我们都去捧场过 他画的人体拉长拉高 颇有莫迪格拉尼的风格 在我这外行人眼里 就算新潮派了 陈平向他学画 我直觉他一定是个 求新求变的女孩子 见面才知道 这是个被父母宠爱有加 呵护被制的孩子 硬是出山学生 但休学在家养病 他的病说也奇怪 据说碰到要考试了 马上会病倒 父亲是个律师 通勤达理又慈悲 绝不给女儿任何压力 而是让他自由发展 陈平很聪明 有点任性 但性格善良 同时处处流露 这个年纪特有的 多求善感气质 让人想到林黛 但他可是健康活泼多了 陈家住一所日式房子 有个大庭院 陈平在最远的院子角落 搭个画石 自己在里面做画 顾老师画人体 他也喜欢人体 我问他模特儿的来源 我对着镜子画我自己嘛 说完他怨然一笑 颇为自得 多年后回想 那分明有一份自恋的倾向 我的短篇小说乔奇 便与他做主角原型 场景也一样 他说顾夫森老师认为 他不适合绘画 更适合写作 但他拿不定主意 将来是当画家 还是作家教好 我不懂画 就鼓励他写作 表示愿意给他看稿 当时他正处于梦想 多余行动的人生阶段 直到我出国 都没见到他一页稿 但是那年年底 他有一篇小字货 发表于现代文学 终于走上正途了 我赴美留学货 他曾去我家看我妈妈 并写信告诉我近况 让我相当感激 后来知道 他以三毛的笔名 在写作上大放光彩 内容和他经历息息相关 导致相当吻合其性格